老公部8月6日报告称 美国7月新增非农就业94.3万人 好于华尔街经济学家此前预估的84.5万人 失业率也降至5.4% 刷新疫情期间新低 而预期为5.7% 按照族意来看 经济衰退造成的不平衡影响仍然很明显 7月份非易失业率为8.2% 西语易失业率为6.6% 白人失业率为4.8% 而亚裔的失业率为5.3% 一个更广泛的失业率指标 包括那些想工作但是已经放弃找工作的人 以及那些因为找不到全职工作而从事兼职工作的人 则从7月份的9.8%降至9.2% 劳动力参与率升至61.7% 与2020年3月疫情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持平 劳工部称 7月份平均时薪增长0.4%也超过预期 随着人们重返酒吧餐馆旅游需求增长 酒店娱乐业继续成为经济复苏的主要受益者 该行业新增就业38万人 其中最多的增长来自酒吧和餐馆新招聘的25.3万人 疫情期间该行业受到的打击最为严重 但是在经济重新开放期间一直在取得进展 7月份教育业也出现强劲增长 新增就业人数26.9万人 不过劳工部提醒说 疫情扭曲了该行业的数据 此后可能会调整这一数字 专业和商业服务7月新增6万人 运输和仓储业新增5万人 其他增长则来自于其他服务新增的3.9万人 健保新增3.7万人 制造业新增2.7万人 信息业新增2.4万人 金融活动业新增2.2万人 采矿业新增7000人 另外一方面 零售业损失6000人 建筑和批发贸业的就业人数没有变化 这些数字公布之际 美国和世界各地正迎来新一波病例激增 疫情主要发生在未接种疫苗人口较多的地区 这以反弹引发了人们对经济再度放缓的担心 与此同时 美国还在继续与劳动力短缺作斗争 就业网站Indeed估计 截至7月16日 美国有980万个职位空缺 远远超过失业人口870万 然而在一项针对5000名求职者的调查中 以健康问题作为不找工作的理由的人数有所下降 越来越多的人以经济状况不佳作为主要原因 失业率已从14.8%的高点回落 但是仍然远高于疫情之前的3.5% 联储会誓言将维持超宽松的货币政策 直到看到更强劲的充分就业迹象